根据调查,十名时刻当中只有三人会自动归还托盘缓跌 国家环境局从本月起将在全岛111个小贩中心咖啡店和时刻 推广保持桌面整洁运动 鼓励时刻自动自发,保持环境整洁 来看记者蔡可汉的报道 留在桌面的残羹剩饭容易引来鸽子捉食和散播病菌 国家环境局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九成的受访民众认为,时刻应该自己归还托盘和餐具 我们每一次都会收的,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 我们也会教大家只这样做 如果有人走来走去再收完的话,就会放在那边 当然自己吃的东西自己负责 就可以防止一些不需要的一些传播 实际上小贩中心的托盘归还率只有30%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炫博士 早上走访玉华方熟食中心和大陆咖啡店 鼓励时刻自动自发收拾餐桌 有一些观众可能会担心说如果他们这样的话 会不会造成我们的清洁工友事业 我希望大家不会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公共餐饮场所还是需要清洁工友 去维持整体的清洁和卫生 他们跟我们收到那边,我们只是清洁那个桌子而已 所以比较轻松一点 当局将在小贩中心设立更多托盘归还处 并同新加坡食品局、咖啡店和时刻合作 改善工作流程和基础设施 除了在公共十四张挂提醒布条 当局也计划增派保洁运动大使加强宣导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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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